京城危机四伏 十万蒙古铁骑即将对京城发动攻击 大明王朝岌岌可危 宰相于谦决定拼死一搏 大明神机营 于谦手中唯一的王牌 这些精锐中的精锐 装备着当时世界范围最先进的武器 明永乐八年 征交纸时 朱棣得神机枪炮法 特制神机营一席 明史中的这段话 记录了一支传奇部队的诞生 神机营 明进军三大营之一 这种独立枪炮部队的建制 比欧洲最早成建制的西班牙火枪兵 要早了整整一个世纪 这支从朱元璋起一支出就出现在 明军战斗序列中的武装力量 到了1449年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各种型号繁复的火冲火炮和车辆 把这支国家级的战略部队武装到了牙齿 那么神机营呢 在明台属于是他的这个禁卫军的一部分 那么一般来说是最最受重视的 但实际上他兵力并不多 也就是几千人的样子 然而参加北京保卫战的神机营却阵容不整 在几个月前的护驾亲征中 他们就是被眼前的这支骑兵所击溃 大量的武器装备被缴获和丢失 神机营的五千名战士 现在可以依靠的火器并不多 神枪 永乐年间最具影响力的火器 这种从国外引进的火器 被明朝大量仿制 成为神机营早期火器的中间 神枪的枪管用铁制成 管长富大 不但可以发射弹丸 还可以发射箭支 根据记载 这种简单的火器拥有不错的射程 和不俗的杀伤力 于谦和神机营的官兵对于蒙古骑兵梦魇般的冲击速度 有着窃夫之痛 为此于谦已经把神机营安排在了德圣门附近的街市上 这里既能够最大限度限制敌人骑兵活动范围 又可以给神机营将士提供更多的掩体 让他们能够从容地装填弹药和转换发射阵地 这样就能让士兵们充分发挥手中火冲的杀伤力 火冲长440毫米 口径30毫米 明代早期轻型火器 作为标准武器 曾生产达9万余杆 明军在1449年的北京保卫战广泛使用 当时5000人的神机营装备单兵火冲3600杆 火冲在当时的装备情况 已经相当于今天的制式步枪 那么他最大的用途就是因为 他已经化时代了 他是一个火器时代的兵器 那么他给对方造成的震慑力和杀伤力 其实是超过功能 这样军队才会普及使用 那么像明朝的几次的明朝初期 五次大规模北征 都是采取火冲居前 骑兵居后的战法来对付北原的骑兵的 明朝初期平定南方的将领穆英 改进出一种战术射击方式 这种叠阵分为三行 当第一行射击完毕后 则转到第三行重新装填弹药 同时第二行前进到原先第一行的射击位置上 继续射击 以此类推便可以达到连续射击的目力 眼看着敌人一步步步入神机营的埋伏 战士们将火冲对准了高大彪悍的骑兵 仇恨的怒火点燃了手中的力气 在烟雾中 前弹从民居的各个角落飞向傲慢自大的蒙古骑兵 蒙古骑兵的进攻被击溃了 这种外形粗糙的武器就是明代三眼冲 根据记载三个冲管可以轮番射击 在三眼冲的尾部留有丙座 安装有长度不等的木杆用以握持 除了保障射手安全 还可以在进展中当作打击兵器使用 这一实战化的设计受到了军队的欢迎 小口径的弹药为三眼冲带来了更强的清澈力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它源自火冲 同属初级火器的现实 让人不解的是 在火冲早已消失 鸟冲盛行的明末 明朝的北方军队依然装备着大量的三眼冲 火器时代呢 这个中国确实搞得很早 那么在明朝初期呢 它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说当和这个蒙古骑兵作战的时候呢 临时征召的不管是这个农民的士兵也好 还是这些起义军也好 他们的训练远远达不到这个蒙古骑兵的程度 但是他们用这个火器这种化学能 它能克制这个骑兵的这种生物能 确实发挥了作用 本以为可以轻松取胜的蒙古骑兵 在北京城外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 损失惨重 因为害怕被明朝军队围艰 只能一路仓皇逃窜回北方 再次俯首成臣 神机营世界上最早的一支火枪部队 依靠地形的优势 取得了一次对骑兵的完胜 从北宋到明末 相当长的时间里 中国一直引领着世界火器的发展潮流 直到擅长骑射的清王朝统治了中国 对火器充满敬畏的统治者们 为了维护战马和弓箭地位 才把火器打入了冷宫 使得中国原本领先于世界的火器水平停滞不前 与西方国家的距离不断拉大 这才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悲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进入观看 中文字幕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